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一些好感 回到家后的杰克因为啥都没有带回来 所以父亲大白就生气了 让他杰克留在家里 自己带着另外两个儿子小黄和小白出去打猎去了 结果杰克在家里玩炭火 然后把家给玩没了 而公主也在这个时候被巨魔王给抓走了 大白回到家后一脸闷圈 这个时候被爱马俊俊的王子路过了这里 就告诉他们国王正在悬赏找公主 找到公主的人可以得到公主 还有奖金可以拿 老伯为了把家给除奸起来 就让小黄和小白出去找公主 杰克委属了两个哥哥 一路上还结了不少垃圾 突然森林里面有人喊救命 两个哥哥不予理睬 杰克训的声音走了过去 原来是一个巫婆被树枝给卡住了 杰克把他救了出来 作为暴答 巫婆给了他一张有文必达的地图 还让他去找泽地 找一把可以刺穿巨魔王的神剑 两个哥哥被丑八怪妖精给迷住了 杰克后来把两哥哥救了出来 三个人路过了一家小饭店 巧合的是 王子也在这家饭店里面用餐 结果一言不合 双方就打了起来 三兄弟肯定不是王子的对手 只有被逼跳下了悬崖 不信中的万劲是 三个人都毫发无上 此时的巨魔王要求爱马跟他结婚 爱马以没有婚纱为由 先拒绝了他 来到沼泽地的三兄弟 正准备去找神剑 结果突然出现的王子 抓走了小白和小黄 杰克只能继续去沼泽下面找 拿到神剑后 他准备伴凶吓走王子 结果王子不但没有被吓走 他自己还被抓了起来 到了晚上巨魔王找到他们几个 抓走了王子和小白 还把他俩和爱马关在了一起 王子一见到爱马就开始吹嘘 自己在寻找他的过程中 有多么不容易 最后还是在场的小白 戳穿了他的谎言 此时杰克和小黄 来到了关押爱马他们的地方 几个人被救出来后 开始拼命地逃跑 回到洞序的巨魔王 看到公主不见了 起得飞都要炸了 没飞多大力气 就找到了正在逃跑的杰克他们 最后杰克三兄弟 干掉了巨魔王 带着爱马回到了皇宫 三兄弟只要了奖金 然后把奖金拿了回去 给大白重新修建房子 但是国王允许爱马自己选人结婚 当然了 他的首选肯定是杰克啊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